经过了漫长的等待 我们今天终于等到了周震南了 周震南给大家打个交换好不好 大家好 我是周震南 你秀出你最满意的肌肉部分 我没有这个东西 你不是跳舞跳得很好吗 不代表有肌肉 变矮30厘米跟长胖30斤 你选择哪一个 长胖30斤 长胖30斤 真的吗 对 长胖30斤很难受下来 没事 我受得下来 那如果现在的你的话 你会对25岁的自己说什么 我没有想过那么远的事情 是吗 还有七年 还有七年 你会看自己微博的评论吗 偶尔看看 那你有没有印象超级深刻的评论 一开始印象会深刻 因为他们老发我很丑的图 但后来我特别喜欢我丑的图 就我自己去倒我的图 是吗 对 然后就跟朋友聊天 就用我自己的表情吗 你跟这个放开我的baby里面那个小朋友 你们还会有联系吗 他们都把我忘了吧 应该 录到最后一次的时候 他们也有几位不知道我的名字 名字只是一个代号 好 说的也是 你觉得作为歌手 创功更重要还是原创能力更重要 都挺重要 那你觉得人气更重要还是创作能力更重要 都挺重要的 那肯定有些人是有一些比较突出的地方 我觉得都挺重要的 这次我们今天来的是那个潮营战记嘛 重新站在这样的经济歌唱类的舞台上 你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就是第一次可能是以选手 然后这一次是以艺人的身份回到了这样的舞台 其实蛮激动也蛮开心的嘛 就是能在这个舞台上展现自己真正想做的 我觉得还挺好 对 那你在这个舞台上 实现了自己什么样的歌唱上的一个东西呢 就是去玩 做了一些我以前可能不是那么敢去做的一些音乐服 那你觉得网络的时代爆红现象 你觉得好还是不好 我觉得其实爆红 每个人爆红 也是有一些理由 就是我个人可能更希望才能更稳一点 那你觉得保持名气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吗 我觉得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对 因为你需要不断的去突破才行 跟我们说说你最想合作的男歌手吧 我喜欢一个人唱歌 女歌手 我喜欢一个人唱歌 其实这次参加节目 你觉得就是同台竞技的歌手 你对谁的印象最深 我对马博千印象挺深的 你为什么对他印象深 就是因为很久没有看他演出了 就现场去听 感受到他进步了 也有一些感动了 就是从比赛出来 我们让我现在又一起沾上了一个这样的歌手 出到一年了 其实大家都非常非常期待你的新作品 那现在新作品准备怎么样了呢 快了 今天我们很感谢周震南 我们跟周震南一起say 拜拜好吗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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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